對著鏡頭一片坦然遭恐怖組織 伊斯坦國斬首的日本記者厚騰健二 去年10月準備進入伊斯坦國控制區時 預先拍攝這段影片 緩緩道出自己的心聲 他沒能活著回來 但日本網友竟然在伊斯坦國公布的人質 瑕疵影片中發現 厚騰一次利用眨眼睛打出摩斯密碼 叫大家不要救他 網友解密研判厚騰的表情堅毅 平凡眨眼睛的次數 遠比利命人質趟穿搖菜來得多 讓網友大推他真是血性男兒 履行承諾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日本民眾對厚騰 以後騰的死震驚不捨 但他們更擔心日本這個號稱 全球犯罪率和勇槍率最低的國家 將成為伊斯坦國等組織 下一波恐怖攻擊的目標 為了防止恐怖攻擊 日本已經著手強化機場和公共設施的戒備 並調高鄰近伊斯坦國勢力區域的旅遊警戒 一些日本企業緊急招回在中東的駐點人員 日向安倍也表示希望今年內解除集體自衛權的禁令 讓日本自衛隊營救陷入危險的海灣日本公民 不要再有下一個無辜的後騰健而犧牲 記者綜合報導 現在 có必須的地方 假設做 nothin車會快- 非常不錯 因為 spin技最後就是